跟AI談戀愛究竟可不可能發生呢? 最近大熱的無線電視劇《智能愛人》 相信會令不少觀眾接觸到新的電腦科技概念 今集就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些概念 以及其他講AI戀愛的作品 日日看蘇紙,有文化有taste 各位網友大家好 《智能愛人》這部劇我認為是近幾年無線最出色的作品之一 搞笑得也有點深度 編劇明顯是做過功夫的 由阿里里佳心飾演的女主角機械人阿寶 由機點公司生產 型號是ASI-100 S是指Strong AI 這個詞語當然是相對Weak AI 劇中機點舊款機械人的型號是AWI 劇中提到圖靈測試 如果阿寶在測試過程中被發現有自我意識 公司認為是有問題的 要回收和消毀阿寶 以上提到的幾個名詞和概念是互相關連的 值得討論一下 其實我在大學的時代是專攻AI的 讓我分享一下我的認知 Singularity即基點的英文名 這個概念是由電腦界的先鋒人物 John van Neumann首先提出的 是指人類發展時間線上的一個臨界點 過了這一點科技會有爆炸性的進步 對人類文明是有無法預見的影響 有一陣子學者認為 現在人工智能AI的發展就是帶人類 朝向Singularity 智能和知識會提升到一個超越人類智能的第二步 劇集中的阿寶自從boot up 之後 就不斷進行機械學習 Machine Learning 透過和他服務的一家人 就開始了解什麼是人性 直到有一天他改了他講話用的第一人稱 由他的名字阿寶 變成我 主人就驚覺阿寶有了自我意識 那我先講一下Strong和Weak AI有什麼分別 這一樣是80年代由哲學家John Sear提出的 他將Weak AI定義為無以思考的電腦系統 即是可以做出類似人類的決定和行為 甚至是似到你不知道是人類做還是電腦做 但其實本身是沒有思想的 Strong AI就是有思想有意識 這樣的系統是明白自己在做什麼 怎麼為有意識呢 舉客戶服務系統做例子 你打去客戶服務 對方就叫你等 結果30分鐘都未解決到問題 系統就跟你說 真是不好意思 這樣有兩個可能性 系統呢 或者真的感覺到不好意思 因為30分鐘 嘩真是很久 正如一個對客戶是有心的真人類客服 真的會跟你說Sorry 但另一個可能性就是 系統有統計 一般客服的call是幾久解決到問題的 每當call超過了平均數的15% 系統就自動 就彈他Sorry出來 當時John Sears 思考這個問題得出的結論 是Strong AI是沒有可能的 至於Turing test是怎樣 test的呢 這個是1950年代 另一位電腦和AI界的先鋒科學家 Alan Turing提出的 一個系統究竟有沒有AI 你可以把它放在 Room A 然後放個人在Room B 再找另一個人 分別跟Room A和Room B相同溝通一下 如果這個人根據Room A和B的回應 分不到Room A和B 哪間是人哪間是電腦 就可以證實到系統有AI 當然只是Week AI 不是Strong AI 順帶一提 Alan Turing 當年因為是同性戀 被迫害到自殺 他的故事也曾經被搬上大銀幕 2016年AI取得更大突破 Deep learning 的技術 攻陷了一個人類 認為要再過很久才被超越的領域 就是足為棋 Alpha Go 就打敗了頂尖高手李世錫 雖然是這樣 這種AI也不算是Strong AI Alpha Go 也不算是有什麼意識 又不是他自己想打敗對手 這是Programmer設定給他的目標 對於勝敗 他也沒有什麼感覺 又不會開心 不會失落 不會影響他的決定 他也不會像人類的高手 解釋自己走出好企壞企背後的想法和動機 那說回標題 現在既然未做到Strong AI 究竟我們有沒有可能和機械人談戀愛呢 我認為就是這樣 目前的技術 就算只能夠做到Week AI 如果對方給你愛的感覺 和一個真正人類女朋友是一樣的 那你其實也無需要介意 機械人究竟是自發性去愛你 還是Program去愛你 老實實 一個真正的人類 肯做你女朋友 動機是什麼呢 你可能永遠都不想知道 這套劇裡面 阿寶和主人的愛情故事 是拍得相當感人的 我是誠意推薦 這個題材 以無線近年的電視劇來說 都算是挺新鮮的 美國的老牌科幻劇集 《Star Trek》 都有人機戀的情節 《Star Trek》裡面 有一個機械人的角色 叫Data 他都拍過幾次拖 其實就比較搞笑 例如有一次他跟一個女生約會 女生問他 你現在在想什麼 他就說 噢 在一個ms裡面 我會解一下工程的方程式 聽一下莫扎特 貝多芬和馬立的音樂 同時看幾千版的文件 當然我還有跟你說話 後來就得到一塊新的晶片 就令到他有像人類那樣的情感 不過最後他決定關閉晶片功能 智能愛人經常提到 《機械人三原則》 其實是科幻小說大師阿西莫夫提出的 他也有一本作品是有人機戀的情節 就是《Forward the Foundation》 書中有一個角色 據分析 是大師以他本人為藍本寫的 叫做Harry Selden 是一個大學教授 大學就派了一個女教授 Dors Vannabili 去保護Harry Harry Harry就當Dors是人類 但是Dors的體力和智力之強 令他懷疑Dors是機械人 不過也阻礙不了他們相愛和結婚 和阿寶一樣 Dors都是好打得的 看看《荷里活電影》 這套2013年的《Hers》 就是講男主角愛上了一個 雲端的女聲 好像蘋果電腦的Siri 或者是Amazon的Alexa 這個甚至不是一個實體的機械人 今集說到這麼多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給個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鳳翔 下集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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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